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是过敏了 医生 我刚刚看到千玄吃了点粥 你看一下是不是因为那个 粥里被人撑了东西 然后大量误食 导致了过敏休克 你醒了 比赛结果怎么样了 不重要 你身体没事就好 我这是怎么了 过敏休克 我给你的粥里被人缠了东西 对不起 我没事 现在秀场那边什么情况 怎么会这样啊 不是只有千歌才会身体顾鸣吗 怎么千许也会啊 难道 没有没有 是我瞎说的 大家不要听我瞎扯 你打算怎么办 别担心 我会解决的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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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您夫人的身份您怎么看 请问您是否提前知道双方胎互换身份呢 对于这一货腾的行为 咱们最终的处理方案是什么 您后续是否考虑离婚的打算呢 大家安静一下 夏千许 我与你的相遇本就是一场误 现在来龙去脉我都已经知晓 所以 我决定要和你离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